殯葬夜一條龍 現在是悉書的 你從中跑去殯葬夜 你是說也會畫躺著的 腳踏陰陽界 真的 其實大部分的新娘都知道 而且莫名而來 真假 為什麼 使民要你畫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芊妤 芊妤妳好 芊妤 徐哥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芊妤 妳好 妳做新娘秘書 是 新娘秘書很簡單 就新娘要嫁王對不對 要化妝 幫她隨時補妝 因為今天一定要最漂亮 上紅毯 最漂亮的時候 所以無時不刻都要補妝 都要幹嘛 是 新秘 這很好 新秘的工作 我們沒有什麼疑問 我們熟悉 妳另外一個工作叫做 叫做 你的意思是 現在是悉書的 你從中跑去殯葬夜 妳是說也會畫躺著的 是啊 大體 如果說這位新娘 對不對 我可能要畫快一點 我等一下還有 我等一下畫一些老師們 妳當新娘的這個秘書 新娘知道 妳另外一遍是做這個嗎 腳踏陰陽界 真的 其實大部分的新娘都知道 而且莫名而來 真的假 為什麼 使民要妳畫 為什麼 因為她們覺得 很多新娘是可以 以前都化妝是可以躺著的 對 因為她們真的太累 太累 當新娘 那是大概一輩子最累的一次 對 太多所事 妳等於說大體化妝 妳要做哪一些部分 大體化妝 主要是修復 修復很 是另外一個專業 修復是要動刀動槍 要動線的 要縫的 很辛苦 洗上工作是不能同天的 就是我的工作原則 就算我是超級新娘秘書 超級的理醫師 但是我的工作原則是 洗上工作的同天 當然妳不能白天坐一坐 洗得晚上出去 對 因為會沖煞 他一點因為這樣鬧出人命 我以前很不信邪 但是我就是不信 洗得晚上了去 就是這樣子 結果就上吐下泻 妳自己 對 因為我在婚禮的時候 我常常Cosplay 這也是斜槓的一個 我就穿起來全身白 晚上就去了 就這一套 對 晚上 這一套是攔不到計程車 對啊 這個是婚宴 Cosplay這樣 那個車過去以後 然後就 好加速 對啊 當天的婚宴 就發生上吐下泻 食物中毒 OK 害了長輩 就是進了ICU 就差點死掉這樣 那晚上去了殯儀館 因為這樣子 就好像那個這樣飄過去這樣 OK 這樣就嚇到人 那 傳統的業者就因此Cosplay 就是覺得我敗壞風氣 是 然後還因此擲筊就是 就是不能這樣 但是家屬是看得很開心 剛好現場有醫師跟律師 你怎麼看陰陽眼 有 好 連醫師都說有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 真的 陰陽眼是有的 但是對別人而言 對 對這世界而言是沒有的 陰陽眼就是他看了以後 他的腦波裡面產生一個幻覺 所以他認為是有 而事實上是沒有的 因為諾貝爾的一個大師 發明了恐怖平衡 數學家 他就是有這樣 所以他問旁邊 我旁邊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人家要跟他講沒有 那悠悠 這真的是一個人 醫師這是我的看法 你有其他的角度嗎 我在急診 你在拿那個擋我 沒有 坐 他打你幹嘛 急診 來 我在急診 我們的護士 我就曾經遇過一個護士 他走路不是走直線的 他閃來閃去 他走路會閃一下 對 走路會閃一下 有喝酒上班 不是喝酒 他就說他看到了 前面有東西擋住 他要閃一下 然後我們在CPR在急救的時候 他都知道救了火救不火 這麼準 看到那個已經飄起來 有一次有個腮功來 靈魂21公克 對 他說還在急救 可是他說腮功的那個 已經在旁邊蹲在旁邊了 後來那個真的沒救回來 這個就很 但也不要迷信 我有瓶死經驗 瓶死經驗 我雖然有陰陽眼瓶死經驗 我也不信 我告訴大家不要迷信 對 對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厲害 很偉大 這個不敢 想遇到幾次 很偉大 我小時候不大喜歡讀書 媽媽就說那你打工去打工 然後出社會學社會歷練 然後我就去做 就找找找 剛好 不是社會歷練有這麼多種 你一定要選 所以你也可以 他要選最硬 因為阿姨在剛好有開帳一社 然後我們就去打工 所以你現在做多久了 八年 你才多大做八年 我十六歲做的 最震撼的就是 碰到那種 沒有完全的實體這種 車禍之類的 然後被火車 火車撞到 對 火車撞到 爛的 對 我有過一次就是 一個女生她是有憂鬱症的 然後她在火車中間 被志祥號撞到 然後她的身體 就是都在籬巴上面 然後我們就要慢慢的幫她撿起來 在籬巴 那負責修補的不是你們嗎 不是 有一個專業的 對 另外一個 但是你們要去清回來 對 我們要把它 一塊一塊的撿回來 全部集中嗎 帶回來 是 太神色了 那你這樣子 交男朋友有沒有困難 有困難 她會忌諱嗎 會 她會覺得 因為有時候我們清理大體 都會身上會有那個味道 味道 對 那味道是一個禮拜 是消不掉的 真的喔 是 那你上次清理大體是什麼時候 上個禮拜 我最近沒有清理大體 最近沒有是嗎 人家說弄完那個 根本都沒有辦法食慾了 你烤到肉會怕的 會 呃 現在還不做第一線 對 我現在沒有做第一線 她現在負責就是大家吃飯的董事 因為離師就是處理整個廠門 整個流程 那個就比較輕鬆 是 有一次 好像是在中部那 就中部那邊 有一個阿嬤 然後醫生已經宣布他死亡了 然後我們已經把他送回去家裡面 他們家是三合院 然後我們有把他大體安置在他的房間 然後我們在外面就是搭上保佛架 然後搭完 結果我們轉身去找個東西 你轉身阿嬤不見了 你轉身 這還好假的 我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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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結果阿嬤 阿嬤 你現在在哪裡 結果我們就去到一直找 在廚房有找到 阿嬤就說 真的假的 就吃他吃了 在做飯 結果他沒死 因為他沒有死 他承家死狀態 誤換死我 對 所以這算是一種回光返照嗎 也算是 假的呢 假死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阿嬤也是接回去 阿嬤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我們在找他 因為找他遺照找不到 然後在他的抽屜裡面打開來 阿嬤就說 我的相片在右手邊的 第二個抽屜裡面 阿神秘的醫生 你會這樣 找一找找 我的手邊在第二個抽屜 好 謝謝妳這樣 妳不會僵住喔 會 會嚇一跳 真的這個人生真的會嚇一跳 妳剛剛講的第二個是有沒有死 還是 他已經往生了 那妳聲音是 就是聽到他的聲音 他有講話 他就講說他的照片 在第二個抽屜裡面 然後轉身了 他就 他就起來了 我第二個人就起來 他起來了 起來幹嘛呢 他就對啊 要洗澡嗎 起來跟你討論照片 這是我六十八回事 所以媽媽以後 然後整得漂亮 可是他起來了 然後又不停 沒有 他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測 我們不能在那邊 因為他已經 復活 不要讓他看到 所以也是夾屎 對 他是夾屎狀 夾屎狀大概可以稱 半年至一年 他還是會往生